那我先介紹一下,就是這次演講過程 就是政治系系統會選出過程以上 然後我就直接介紹 那剛剛的情況是我們講說開始到進行半小時左右 然後就有同學講過 然後有同學就進來,然後就把他的數據 那我們就演講這個時候才來 看這邊講話 看這邊講話 我們對於這件事情感到非常抱歉 這是... 對啊 因為當下覺得好像有些一些數據 那就是... 這樣會越來越少了一點 可是... 我們... 我們非常... 就是我們感動到大家的情緒跟各種視訊 然後... 很深刻的 那對於你們邀請了一個講者 然後...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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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想... 解釋一下就是這場演講辦的那個組裝 就是... 我們這場演講辦的那個... 其實它的真正的那個... 這東西在於說... 戲友分享會 然後... 專注在學師附成的那個... 整個經驗的分享 所以... 我們... 通過這個演講其實我們也是有提供一些 理性溝通的平台 就是說其實... 在... 就是... 我們演講也是有安排了大概半小時左右的... 跟我們Q&A的時間 所以... 就是... 原本的計劃是想要讓我們這個... 這個活動可以... 就是可以... 有交流的方式 所以... 在那次演講之前其實就已經掌握到... 有可能有... 學生有要表達這些時間 這... 這一點... 這一點... 那... 那... 因為... 這次的演講可能就... 沒有... 沒有上一頓來講 那... 未來還有可能要... 就是... 交流的方式 對... 對... 那... 這次的... 對... 我們會再... 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 想要... 在那邊做什麼 就是... 我們... 我們過後... 我們半人... 就會... 就會... 會經過更新鮮的評価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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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